F-22猛禽新涂装有何玄机 机身采用明显镜面涂装的F-22猛禽战斗机 据外媒报道 日前 一架采用罕见涂装的F-22猛禽隐身战斗机 出现在美国内华达州内利斯空军基地上空 该机与去年11月亮相的一架 采用银白色镜面涂装的F-22 外表高度相似 但涂装颜色更深 涂装单元更小 似乎表明此次测试与前一次测试有一定关联 F-22采用的镜面涂装有何用途 美国空军至今没有明确说法 一时间引起不少猜测 防激光武器 可能性较小 当前 以激光为主的定向能武器尚未进入实战阶段 F-22的镜面涂装是一种反激光武器涂层 这种猜测看似不无道理 然而 在当前应对高端战争威胁的背景下 与同样拥有隐身战机的国家竞争 美国不大可能将有限经费 投在短期内 无法形成作战能力的定向能威胁上 视觉隐身 得不偿失 F-22的镜面涂装具有高反射率 使得战机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变色龙特质 达到视觉隐身效果 然而 考虑到当前的制空作战多为超视距空战 这种牺牲战机雷达隐身特性 换取视觉隐身效果的做法得不偿失 测试新型隐身材料 降低维护成本 众所周知 F-22的隐身涂层维护工序复杂 对环境要求高 大大增加了使用成本 这种镜面涂装像天模一样附着在飞机表面 可保护机身涂层 同时易于维护和更换 另外 F-22的镜面涂装 多位于影响雷达反射截面较大的部位 据此推测 美军进行雷达反射前面测试的可能性较大 通过前后两次对比测试 美军试图寻求维护简便 隐身性能更好的涂装方式 目前 美空军对该测试高度保密 很难得到更多信息进行验证 F-22的镜面涂装到底有何用途 还有待进一步观察